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星夏二晚上前往新墨西哥周遭事实 场外爆发激烈的抗议声浪 特朗普嘲讽示威者行为幼稚 更大呛示威者滚回家找妈妈 而火爆的示威者在场外朝警方抛制物品 推倒垃圾桶和撞倒路障场面失控 尽管美国媒体一度传出现场出现枪响声 但是警方否认并指出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报告 由于不满商议大行 特朗普歧视拉丁裔 示威者先思在大嘴巴的造势活动会场外 纠重抗议 数以百计的民众推倒路障 拿石块塑料瓶和燃烧着的T恤抛向警方 现场一片混乱 场外秩序乱糟糟 特朗普在发表演说时候 也不断被示威者打断 他们举着标语吼叫 特朗普也以一贯的咆哮强势回应 除了指示保安人员驱赶抗议者 也嘲讽他们的行为 新墨西哥州是美国拉丁美裔选民最多的州属 抗议群众怒吼 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 警方也武力增压示威者 发射的催泪弹大喷呼叫喷雾 现场弥漫浓烟 但当局强调没有开枪商人 也没有逮捕任何示威者